我只要 哈啰 哈啰 伊丁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哥的反应视频 今天呢小哥要分享 大哥在明日日子里面的 教导学院的过程 这个我觉得 看花老师在教导学院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 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特别是我 我觉得发觉 自从我听大哥的歌曲 也是在恋时唱他的歌的时候 也默默的得到了一个什么 启发 我唱歌的时候稍微不太一样 特别是我看到一个节目就是说 他如何唱高音那个部分 他说嘴巴要张开 要用力要勇敢去喊出来 你现在就是B的 还是B的 对你是B的唱的 这是B的 这是B的 怎么才是开的 对 这是开的 这是B的 我觉得那一个真的是帮助我非常多 就算它一个小小的一个值一个点 让我就 好像我之前唱歌都是闷在里面的 所以我气都很难出来都是卡在喉咙比较多 难怪 所以人家以前听我唱歌 我觉得我唱得很好听 人家都说我 嗯 你是捏了鼻子在唱歌吗 感觉就是 那个气都闷在 闷在里面 没有唱出来 所以 真的是不要说小看这种 大哥的那种教学的那种影片 它是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 在明日在教导学员的过程 好不好 OK 开始了 欢迎来到花老师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你讲太多关于基础的东西吧 因为其实基础 你们 这么迷糊 那我还是讲一下吧 首先我聊一下音准吧 这个就很好找音准 因为 它的音跨度很少 它基本上就是在二度 二度 二度 是几度 嘴人吗 听得懂吗 不懂 不是很懂 不懂 呃 是真不懂 哇塞 这个要叫这么基础的 你们怎么进来的 靠天分 靠天分是吗 好 那我来讲一下 关于音诚 音诚其实很简单就是 Do right Do right 有一个 Do 对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二度 那Do到生都是有一个 对它是一个小二度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音域的问题 好的歌手是可以跨三个八度以上的 三个八度指的就是 三个八度是海豚音的吧 诶 诶 度数变刚了耶 你不懂对不对 嗯 就是比如说 这就是天赋 这就是天赋 听得懂吗 懂了 好 你懂了 算你懂了吧 笑 真声的高音呢 这里的肌肉 和这里的肌肉 有没有想象 就是这个东西拉很开 下面往下 上面往上 全是拉开的 拉再开一点笑 该怎么教呢 这要是上一季 你用手 把自己这个地方往上提 好臭 往上推 怎么了 很乖乖的 这个就是 男生跟女生的区别 男生是可以完全不用考虑 唱歌时候练 练是会怎样的表情 这样 我现在来测验你们的最低音 你们回去在钢琴上面 找到这个音 然后去练 OK 我从这个音开始 都能低是吗 低不下去举手啊 老师 万一自己听不出来 自己有没有低下去呢 还是得让你听 对 听不出来 听不到自己 怎么办 你们大概就是都在这个音座上吧 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冯夕遥 老师我应该也低不下去了 你试一下 拆接触摸 你不是音准很好的吗 你看找不到钓了 呵呵呵 你不是音准很好的吗 没有 啊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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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你怎么很早就低不下去了 你 你 真的吗 你发个你最低的音风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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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只剩下一个 queen 了 来低音 queen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多想谢了 第二转吗 可以我觉得极致 哎这个不错 对我记得可以学 嗯 不行了 不行了 ok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 yeah yeah oh yeah oh yeah 哈哈哈哈 这是我听过女孩最大声的声音 来我们来唱歌 啊 爱 爱 爱 你们都看着我感觉 你不要 你不用紧张的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 因为你不敢放出你的声音来唱歌 好的 如何提高自己的音高 就是要学会 赶大声地说话 对对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你爱我还是他 好 你做啊 我在家里面最后一个高音 它其实是需要用到你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的 尤其真声尽量会把整个的肌肉全部提起来 就你们要想象到这两块的肌肉 是在往上提的 而下面呢 是在往下拉的 看我的表情变化 有没有看到Sketty Mofi那个命剧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 我叫你辣得多 我叫你辣得多 你们现在都是在用假声 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放出来说话 找个高的 高的 停起来 你们这没有停起来 停起来 要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 这你唱高音会不会跟舌头白放有关系 我老师有教我 有时候我不敢唱的时候 他让我用只把舌头拉出来唱的 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音乐 下一位 我老师其实我一开始 我就一直在写迷幻电子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迷幻电子 迷幻摇滚 知道 然后因为我可能会的乐器 我只有一把吉他 所以其实我写的很局限 那你会编曲吗 我不会 所以我很烦 那你所有的迷幻写出来 都是用一把吉他写 对 用一把吉他来表现出它 对 我在比赛的时候 我写的那个歌就是一个很迷幻的东西 我大概给你们试试 我听过 我特别喜欢这个 我的歌 你随时这样的 你接下来如果要弄迷幻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用一把吉他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要编曲的话 你也可以编 但是一定要唱 你最想唱的东西 STAR赛道确实在 专业的基础上面 比较弱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选手 都是没有基础的 他们完全没有学过音乐 也没有乐理知识 什么都不知道 像他要跟 RESTAR的选手比的话 他们会有一点点吃亏 对 你们怎么进来的 不知不觉七八分钟就这样过去 我自己也学得起来 觉得很有趣 虽然希望大家不要 希望我很吵 我已经把我声音 给削到比较小的声音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声音 因为真的 花老师在教导 怎么可能我们不学呢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虽然我唱歌也是不好听 但是我也很想去尝试说 能唱的一个高音的歌曲 都是用真声的去唱 虽然现在还办不到 希望能透过 华大哥华老师的教导 还有他所有的 只要讲到音乐的 如何可以提升自己的基础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去看 我真的真的 想要是很认真的去学习 因为我没有学过唱歌 我也都是靠听人家唱歌 那这次刚好碰到 大哥他很愿意把他所有的 学到的基础 来分享给我们 我觉得很重要 我就学啊 没毛病啊 对不对 好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